哈囉各位家 我是你的家鄉哲瑞 今天這一集我們要來跟大家教學的呢 就是運動營養儲存的概念 你知道嗎 其實跑步到後段 像我接近一個禮拜大概80公里的里程 如果能量不夠 對於跑到後段是完全吃不消的 你會覺得東西已經燃燒光了 補不回來 但這個時候啊 如果你的體內重量空間是 這次 Subaru 邀請我來體驗這個 Forest 森林人這台車子 這台車聽說跟我一樣哈扣啊 我是跑步騎車三鐵 難不倒我的 聽說這台車爬20度的坡也沒問題 這個路這個看起來已經是不能開的耶 是甩尾 我們是在甩尾 我們在甩尾 我們完全就靠Xmode來去找他有抓地了 對 一直在往前推 在 Subaru 這車款我們用在 Normal 的模式下 一個S 一個I 的一個模式 其實I 它會是在一般的道路上面 你在開是一個比較平穩的一個動力表現 但是你今天把S 就是像SPOR 模式 所以你的變速箱 它的換檔邏輯 就會把轉速拉高一點 所以我們從這個可以看到它的曲線圖 它是可以加速性來一個更快一點 轉速可以來得更高才會輕輕換檔 所以就是比如說在這種 波友的山路上面 你想要開比較熱血一點 我們就可以用到S模式 就是運動模式的意思 對 平常如果想要油耗表現好一點 我們用I 我們就可以比較讓它順暢一點 然後換檔會是比較快速 平穩 平穩 然後轉速不會拉到那麼高 那其實在 Subaru 的車款 最著名的就是它的對稱式四輪傳動 還有水平對臥的引擎 其實水平對臥它來的效能是來的更好一點 所以 Subaru 的車款上面 它的四輪傳動 以休旅車來說是最優秀的 它是全時段 就是全時四輪傳動 所以我不管是在什麼地形 什麼氣候 甚至在高速公路上 我都是四輪傳動在作動 它重心就可以讓整台車重心 低 降到更低 所以同時我們在做一些 山路比較劇烈的過彎呢 整個車子抑制搖晃的能力會更好一點 就好比我們現在從柏油路來到水泥地 水泥地我們都會知道 今天的氣候沒有很好 很濕滑 我就會在這裡直接把 Exmo 往左邊轉 那這時候我們可以看到 這台車子是在地面上的 我先往右轉 你可以很明顯看到 它的輪胎是在地面下的 是陷在裡面的 那這兩種的差別是在於 我往左邊轉是有抓地力的地面上 有抓地力的同時 它就會自動去幫我們偵測 所有的輪胎需要的一些動力跟循跡性 所以像我們現在在下坡 陡坡環降它正在閃爍 我剛剛到現在都還沒有踩到剎車 它在幫我控制我的車速 我現在腳可以離開 就是陡坡環降的系統 來去偵測到我們車子有往前傾斜 我們可以看到它的車子有傾斜 現在傾斜往5度了 然後現在前面越來越陡 然後這時候它在閃爍 它就會去幫我偵測 我正在下坡 幫我控制剎車 所以它是一個非常聰明的一個功能 然後像我們現在這種 前面的很長的大直坡 大直坡這個坡度其實不會很多 大概14、12、13度左右 它配這個CVT 就是無段變速的變速箱 其實在通過這些地形 其實它都很平穩 不會很大的頓挫感 不會突然聽到那種很濕喉的引擎聲 對 然後像馬上爬坡一定會遇到下坡 我只要放開剎車油門 它就幫我自動減速 所以我真的可以降低我整個駕駛疲勞 其實我們剛剛在通過那種地形 其實我們用衝的過去讓它有漸騎水化 其實你在車上你很有安全感 對 因為它不會非常的晃 主要原因就是我們一直在強調 它水平對我低重心 所以它的懸吊系統是最直接用輪胎來吸震 所以你整個車上你會覺得很少有彈跳感 它完全是靠懸吊跟輪胎去把它吸整掉 所以你就不會有讓你很不安的感覺 那我問一個提會的話 這個胎壓跟一般公路的 就是我們汽車打會不一樣嗎 因為像登山車會特別胎壓打得更低一點 沒錯 其實正常是要 但是因為我們要來考驗Forest它真正的性能 我們不降胎壓 我們直接用一般的道路胎壓來去開開看 然後像它的水平對握四缸2.0的動力 它有156匹馬力20公斤的扭力 其實對於現在這種一般家庭來說 其實非常足夠 尤其是喜歡戶外啊 或者是露營的朋友 都已經很夠用了 而且我們今天選的路線 就是大家可能常見的 甚至更難的一點 零到然後來到了等一下我們有規劃一些泥泞地 我們就可以很好的展現 XMODE裡面的一個泥泞模式 其實我們來到這個地方 我們就可以很明確地去判斷 右邊這條路 其實右邊這個路就很明顯它是泥泞很濕滑的 我就會直接把它往右旋轉 就會像圖示一模一樣的 現在這個就是軟的輪胎會陷進去 但是我們這樣雖然只是一鍵旋轉 它調整的東西是非常多的 包含了它的車身動態穩定系統 是預防你打滑甩尾 就是輪胎空轉 我們現在這個地形式 四個輪胎可能都會一直打滑一直旋轉 你只要一鍵旋轉過去 這一個符號車身動態穩定系統 它就會亮起 這時候是它不會控制你的輪胎 這個地板根本就看不到路了 已經看不到路了 那我們這邊還會做一個 這個路這邊看起來已經是不能開了 是甩尾 我們是在甩尾 對 我們在甩尾 我們完全就靠XMODE來去找它有抓地熱輪胎 一直在往前推 喔 開囉 安全帶系好了吧 教練我們現在這個要先改成什麼模式嗎 其實我們剛剛已經離開泥泥了 對 所以我們等一下回去的路面是有抓地力的 所以你只要往左轉 往左轉 對 往左轉之後它就直接回到 前面就變成是硬地模式 硬地的 其實這個油門很讚耶 反應很好 因為它不會有那種突然有些車 像自然經濟它沒有掛Turbo 它其實有時候會退檔 然後你就轉速超高 對 可是其實剛剛沒有那個感覺 它沒有 因為它其實無段變速是CVT 當你油門轉它就直接給你要的這個轉速跟動力 然後你現在等下慢慢的在走 會遇到比較陡的波 有有有有 有感覺喔 我沒有踩煞車 它真的在幫我煞車 它現在踩煞車了 所以這個綠色有閃的就是它開始啟動了 它在介入了 它現在其實就一直在幫我踩 而且它有一點點好像越陡的地方 它煞車會越大力 讓你速度越慢 就像我們現在越來越陡 還有一點我覺得很讚 就是其實我們現在開這個轉彎 其實不是只有看正面 因為看不到就是的路其實需要看旁邊 但我覺得它那個AB柱的那個窗 其實四角很開闊耶 對 其實A柱它的角度 跟我們在駕駛跟副駕駛邊的一個三角窗 其實它都可以透過它來去看你左右邊的一個狀況 我們現在車更陡的 你放開剎車吧 不要不要太怕 你直接放開剎車 我現在沒有踩 沒有踩它真的 看我腳可以伸出來 完全讓電腦來去幫你控制安全的車速 其實只要抓穩方向盤 好像就一切都搞定了 但如果你覺得太慢 你只要輕輕摸一點點油門 它還是可以加速的 你只要一回油門 它就幫你做減速 有有有 我現在這樣稍微加一點點 那你再回開 它就可以幫你做減速 所以你只要很專心來去控制你的油門就好 嗯嗯 這功能真的蠻棒的 就是其實我們在轉彎的時候 它的側傾感覺抑制蠻好 而且不太會有那種 你知道有時候開SUV就是覺得 那個修理車太軟 都是那種晃來晃去 然後很像在坐船 所以有時候有些人坐修理車 其實會暈車 對 但我覺得這台開起來 那個碎震的感覺 處理得還不錯 在SUVBARU的FORREST這車款 它是用它全球模組 或者SGP的底盤 對 其實它的底盤上面 會有很多的算是緩衝的一個 減震的一個功能 嗯 但同時它也兼顧它的支撐性 所以它的韌性非常好 即便我們如果一個輪胎懸空 因為有時候越野關卡 會讓車子有點像扭毛巾的方式 它的門都還是可以開的 所以它整個車身剛性 都是靠它現在這SGP的地盤 來去鞏固它的能力 嗯 其實像在SUVBARU 非常注重安全的東西 包含撞擊車是奪得五顆星 當然買車不是來撞的 但是萬一你今天前面有障礙物的時候 它有搭配Eye side 在Eye side的作動情況下 它是用像類似眼睛的攝像頭 來去知道前面是不是有障礙物 所以有別於其他的車款 它是用雷達 就預防你會去有追撞 還是撞擊到不必要的事情發生 跟教練分享有一次有點三寶 我開很累然後真的要煞車 然後我已經移好位置就切完要煞車了 結果我不小心踩成油門 直接砰往前撞到一個垃圾桶 還好沒有怎麼樣 到現在另外一半還沒有發現我把車撞壞了 像這個功能Eye side的介入會幫忙嗎 會 就像你今天在前面如果有一個障礙物 好比說有一台車 前面其實高速公路突然回堵的時候 你還是踩錯了 油門之後它會直接幫你斷油 然後去幫你做緊急剎車 因為它是用鏡頭來去幫你偵測 它會覺得你是不是誤踩了油門 或者是你沒有注意到前方的一個路況 對 所以它就直接幫你做介入 看這室內空間超級大耶 坐起來一個完全沒有問題 頭都不會頂到 你知道像我們平常在外面拍攝啊 通常就是跑步跟單車兩種模式 那跑步的話 偶爾可能需要去很遠的地方 我們通常都量到三個行李箱 因為有衣服啊 然後還會有很多的攝影器材 這個時候通常後座的空間就需要大一點 那除了這個之外 我們平常去比一些公路車賽事的時候 其實很重要就是單車 要嘛就是放車頂 要嘛就是放裡面 這台車 我幫大家測試過耶 看它這個深度這個寬度 兩台公路車直接放進去 椅背打倒完全沒問題 但這個小小缺點就只剩下兩個座位 所以如果你真的有更多人的需求的話 你其實也可以考慮車頂架的這個方案 你在上面裝車頂架 裡面就可以坐到五個人 而且後座還有行李箱的空間 最後 它給大家看一下 看這個深度 你知道最近不是很流行那個車速嗎 露營 在這個車上完全兩個人也是OK的 你看這個空間 兩個人可以嘛 這個多大 你看 翻身也是OK的 這個後座空間不誇張 鏡頭拉遠一點 這個躺到下面 完全是靠得很舒服 而且我175公分 你看一下前面 靠到底屁股坐門的情況 一個 兩個 兩個半的拳頭才會碰到 超級遠耶 這空間 除非我真的是要坐這樣 不然根本就碰不到前面 這空間真的很大耶 難怪可以放那麼多東西 而且這個中間 雖然有小凸起物 但是其實坐三個人 它的中間這一塊也是滿滿的 有時候中間這一塊 大家都會偷懶 你知道這個坐起來 我這個60公斤左右 沒問題 試乘結束 開下來真的會愛上這台車耶 我覺得它的性能 跟在越野操駕的感覺真的很讚 但如果真的平常沒有開到這種 比較offroad的路段 其實像偶爾去深山裡面露營 我覺得像這樣的車子的性能 也是感覺很棒 就是上坡下坡的輔助 我覺得它的介入真的是滿好的 而且開起來 真的不像是只有2000cc 然後馬力只有150幾匹的這種車子 因為它的加速的這種順暢度 其實真的很舒服 開起來 以我自己 上一台車已經開了大概 五萬公里的這種心得 我覺得這台車 這個價位真的是 CP值滿高的 那如果你是像我們這樣 平常可能是像 工作需求 會有三四個人 然後有攝影師 後面還要放很多器材 甚至單車的話 我覺得Force的這種 車內空間很舒適 真的是 完全為了家庭 所製造出來的車子 因為它整體開起來很舒適 而且後座空間很大 整體開起來的安全性 或是穩定度 真的也很舒服 推薦給大家 如果有興趣的話 可以去SUBARULU的這個相關車店 來去體驗體驗 好啦 我是尼佳龍德爾 如果喜歡我們的影片 記得按讚、訂閱、分享 開啟小鈴鐺 不知道大家對於我們這種 試車影片的感覺如何 也歡迎在下方留言 跟我分享你開車的心得 那我們就在下支影片見 掰掰 大家可以幫忙